在欧组联年度最佳球员的评选当中,塞罗GYD输给了前黄马队友莫德里奇,这让他大为恼火,拒绝参加颁奖典礼,对此,尤文少夏表示坚持尊重塞罗的个人行为,主帅埃莱格里也表达了对塞罗无条件的支持。 然而黄马的行为就让塞罗寒心了,就在他落选最佳球员之后,黄马就宣布了七号球衣的新主人,塞罗在黄马效力九年,为球队拿到四座欧冠奖杯,他将劳尔留下的七号球衣继续发扬光大,如果说塞罗是黄马队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,相信也不会有什么疑问。 然而在塞罗离队转会尤文之后,黄马对待塞罗的态度有点扎心。 在塞罗落选最佳球员之后,弗洛伦蒂罗就表示没有塞罗之前黄马早就T.O.惯了。 这样的表态,无疑将两人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,而在塞罗布迪莫德里奇洛选最佳球员之后,黄马随即宣布了七号球衣的新主人,让人颇感意外的是,从里昂回归黄马和蚂蚁亚诺,穿上了七号球衣。 要知道七号球衣在黄马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,布特拉格洛,劳尔和塞罗都是相当当的人物。 如今弗洛伦蒂罗将七号球衣交给了这样,一位可能连助力都打不上的球员,真有点让人想不太明白。 小将马里亚诺已经身批七号球衣在伯南无完成了亮相,并和弗洛伦蒂罗亲密合影。 看着曾经的绝对巨星C罗的号码,穿在这位小将的身上,也引发了不少球迷的感慨。 在C罗落选最佳球员后不久,黄马就宣布了七号球衣的新主人,这样的做法恐怕会让C罗感觉更不是滋味。 他和黄马之间的裂痕如今似乎已经难以再修复了,C罗如今在尤恩得到了全队的支持。 阿莱格里子就表示,C罗是欧怪最佳射手,他为每当选最佳球员而生气很正常。 在新赛季的欧怪联赛中,尤恩和马莲、巴伦西亚、年轻人分败了同一组,C罗又将重回老特拉福德。 而如果游轮杀入淘汰赛,他们也有可能会再碰到黄马,不知见识重回伯纳乌的C罗又会是什么感觉呢?